好 现在不讨院内感染扩大也引发 是否应该要祭出封院手段的讨论 而2003年SARS疫情爆发的时候 台北市和平医院错误的封院决策 到底是谁下令的又引起了政治口水 时任台北市长的前总统马英九 和时任台北市卫生局长的邱淑提 炮口通通一致 说这个封院是中央下令的 地方政府只是来执行 不过时任民进党扁政府的卫生署长 图醒哲就出面反向了 说马英九心中有鬼 卫生署发出的公文 根本就没有提到封院两个字 会导致院内32个人染疫身亡 全都是台北市府的接管措施 没有做好 医护人员病患满脸惊慌 在窗边挥手求救 2003年4月台北和平医院 爆发SARS疫情院内感染 全面无预警封院 导致32人死亡 景象触目惊心 当年是谁决策错误 随着布立桃源医院 新冠疫情感染持续扩大 18年后又被翻出来 一定要充分的配合 时任台北市卫生局长 邱淑提 全副武装进入和平医院 对比当年院内医护人员 赤手空城对抗病毒 离谱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邱淑提和时任台北市长 马英九 再被点名就是当年 下令封院的罪魁祸首 两人秀出公文回击 上面印着 时任民进党籍卫生署长 凸醒者三个字 似乎暗指下决策的 其实是他 马英九办公室更发出声明 强调当年防疫决策模式 跟现在一样 都是由中央下令地方执行 要不要封院 甩锅成台北市政府 可是署长你的意思是 然后所以是错的 然后等到把证据拿出来 说是凸醒者封的的时候 又说这是对的了 马英九虽然外行 他也是说 就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决定 没有错 后面是大家共同决定 没有错 错的是配套措施做不好 中央不发稳才奇怪 这个是一定要发稳的 凸醒者反驳指控 表示是当时台北市府 在第一线一团乱 拿出同样一份公文 表示从头到尾 只要有台北市府 进驻接管和平医院 根本没有封院这件事 他们故意把他拿公文出来 这心中有鬼 马英九是政治人物 所以他常常做这种事情 我们就不以为意 因为他真的是外行 A金川已经有跟他讲过 你都不要再出来讲话了 双方各说各话 当年的抗煞经验 还是不少台湾人心中的 惨痛记忆 如今面临新冠病毒 再一次上演院内感染事件 当年的一纸公文 继续各自解读 谢谢张权林伟称 台报道